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是中国信托 公益回馈社会的一环 公益为先 祝若福优是我们的办学宗旨 我们专注在培养国际智慧金融家 也就是希望在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过程中 让学生有全英文沟通的能力 也具备科技智慧 还有AI因应的能力 希望学生在毕业以后 都能够成为因应整个产业变迁 跟时代潮流的新一代的经理人 学校为了让我们在毕业之后 能快速与职场衔接 特别邀请到业师来提我们授课 分别是银行端 证券端以及保险端 业师上课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提起实物操作的内容 平常看到银行的柜员 在那里展钞以及绑钞 总觉得很简单 但自己实际操作却是失败 这才发现原来一个看似简单的小动作 都有蕴藏一些小细节在里面 我在大三生大四的暑假中 有机会到金融业的模型研发科实习 而在实习期间 我对程师语言的能力大幅进步之外 更看到了金融与科技事件紧密合的 而平时常听到的Fintech 不再是未来 而是现在进行式的 我这次借由国际交换学生计划 去到法国雷人商学院 我从没有想过 我能在法国的校园里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一同学习 甚至是漫步在乡蟹大道上 来到这里 我得到的比我想象的更多 学校为留学方案 让我能以公费的方式 至日本法政大学 Google Business Program交换 在课堂上 我们有许多与外国同学交流的机会 也因为这次的经验 让我能更熟悉与外国人交流 培养我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年一贯制度 可以让学生提早在大四的时候 就先收硕士课程 在进入硕士班之后 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拿到硕士学位 比别人多节省一年的学费 也可以多累积一年的资历 在这期间也可以到法国 美国日本的名校进行微留学 拿到双年的学位 比别人更多的竞争力 当年18岁的我 选择了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财务金融学系 在这里 我比别人更早取得 必备的金融征兆 更快认识职场 学习实务经验 只要你肯用心学习 你将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 现在的我 服务于中国信托 西台南分行 当初 那个18岁的我 可以 那你呢 我们中信金融棒球队 成立的一个目的 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 选手的课业 跟棒球专项技术 这方面的一个成长 因为你打球不是一辈子 你总是有离开 棒球舞台的那一刻 除了棒球之外 有吸收另外的一些知识 那相信你投入 转换跑道的时候 投入另外一个资厂 你相对的 你就能够站我们脚步 我们会 以国际大学为标杆 在五年到十年的期程内 希望我们成为 一所可以全英文授课的 专业金融大学 我想在这个好的 学习环境里面 加上有热忱 辅导学员的师资 同学大学四年 一定可以在学校里面 获得许多的一个 学习经验 跟专业的知识 希望同学在 大学四年的一个 课程学习里 都能够非常地愉快 感谢观看